接下来呢我们再讲 关于它的反射的部分 反射也必须使用的是Rerender渲染器 那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关于合成的一个应用了 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再讲的是关于它的一个反射的部分 反射的部分呢我们使用的是 也是在shader当中 shader当中 我们给它呢使用的是Renderman里面的reflection 用这个节点来做 同样的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指定 用材质指定节点 它属于材质 然后指定到哪个物体上 比方这个球体要进行反射 那我就索性呢给它 比方说把这几个上面都给它指定 你看一下有个什么结果 然后呢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 比方说我这个场景呢 就这三个球体还有一个消方栓 我们都给它整体的进行一个指定 指定以后 然后让它反射地面的内容 然后再加一个场景 场景呢 我给它这个 就这个 就是我们点云计算出来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呢 我已经给它呢 做了一个 我要给它投射 正好我呢 我就讲一下这个投射节点 因为大家还是 对这些东西呢 还是很关键的内容 shader当中呢 我们有个project 3D camera 这里面 camera呢 链接摄像机 这个空白的这个线呢 链接这个土相 原始素材 这样呢 等于是把这个场景呢 投射到了这个上面 投射的时候 注意啊 一定要把它的 alpha通道填充好 这个是白色 把它拉过来 投射的时候呢 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画面 我这边加了一个 把第一针呢 做了一个 等于是固定针 这个目前来说 不加也是可以的 不过总体来说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素材 在第一针的时候 它这个地面空间比较大 所以它反射的区域就更多 所以我把第一针的固定住 那么地面上面的 这更多的纹理 可以反射到这个球体上 这就是为什么要固定 在第一针的原因 好 我们把这个部分呢 插入到这个场景里 我选中这个模型 然后再选中这个 然后把它扎进去 按外 插入到这个场景里面 然后呢 我们去渲染它 渲染呢 要用这个Rerender 复制一个 你最好是复制了 因为这里面有些参数 你要尽量而一致 这样的渲染的时候 它边缘像素呢 也一致的 按住Ctrl键 可以创建一个这个点 折线 使得我们场景呢 做的时候比较规矩一些 这几个线应该是 规矩 然后这个部分呢 就是一个得到的 反射的结果 那么现在看一下这个反射的结果 在这里面呢 没办法进行二次反弹啊 你看这是黑洞 然后我有些办法呢 帮助你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这边呢 实际上还做了一个这个反射球 那我在场景当中呢 你看一下 有这么一个HDR的 一个镜面球物体 把它呢 贴到一个球体上 这个怎么去做呢 你选中它以后呢 我们Nuke12.1 已经更新了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比之前的更好用 怎么用啊 那拿过来以后呢 把第一项 改成mirable 镜面球 然后呢 这个就自动就展开了 展开成一个light long的方式 然后把它呢 贴到球体上 然后这个球体呢 要足够大 大到什么地步 能够包裹我们整个场景 因为这个场景呢 比较大 找一个和这个场景呢 很相似的一个部分 做它的环境球 让包裹起来 包裹起来以后 我们再看把它插入到场景当中 我们看渲染结果 现在呢 它这上面呢 就有了整个环境的结果 但是你看一下 这边的 它的这个阴影关系呢 没有做反射 因为原来反射的这个区域 在哪里呢 这个 背景的 这个地面的部分呢 我们反射的这个区域呢 其实是没有阴影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阴影的部分呢 给它加上 所以这边有阴影 我看应该是在这 我们做那个AO的部分呢 有一个地面的领影关系 然后呢 我需要把这个区域呢 给它反射到这个球体里面去 我的计算机的性能不是特别好 好 我就说一下怎么样去做啊 首先呢 我们创建一个 Shader里面有Project 3D 就刚才那个部分 我是把这个部分 把它 然后呢 链接camera 用这个摄像机 然后重新投射到物体上 这样 它作为材质 然后投射到这上面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投射完以后的结果 然后我们再看渲染的结果 它就会把这个阴影关系呢 反射进去 接下来呢 我们再处理这个 我们希望把这个部分呢 反射进去 它呢 就不做这个部分 首先呢 我们要把这个部分呢 进行个分离 比方说 我只把它的 只把它拿出来 然后呢 反射这个部分 我们同样呢 需要做一个投射 投射的时候呢 把这个部分 利用这个相机 把这个摄像机 同样的一个 同样的相机 位置相机呢 把它投射到哪里呢 把这个 投射到这个球体上 如果你希望两个球体都在呢 你就同样做一个 这个节点 或者呢 你可以做 MardGio 都是可以的 比方说 我加一个MardGio 我把这两个模型 拿出来 选中 再选中MardGio 然后Shift加Y 把它插入进来 那这里面呢 实际上已经做了 合成以后的结果 把它插入到场景当中 然后我们希望呢 它反射到 它里面的影像 OK 这样就反射进去 它这边有个黑边 就投射的时候呢 这抗锯齿呢 有一些 边缘于黑边 它会反射进去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用到 Nuke12里面的边缘扩张工具 来处理这个结果 比方说 这个结果里面 我们需要 我们的拷贝节点 把这个 把这个 这 这是阿尔法通道 这 把它呢 拷贝到我们的这个里面去 拷贝进去以后呢 我们同样使用的是 边缘扩张工具 连接上 我们看这个结果 这个边缘呢 我希望它是 把这个关掉 把这个去掉 等于把外面的这个像素呢 全部拉扯到外面去 那么得到这个结果以后 我们再去做这个投射 然后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 没有那个黑边的结果 一个完美的反射结果 我们需要把这个块呢 给它整理一下 每次做的时候呢 你的节点呢 应该是很调理才可以 那么这个区域呢 它属于是反射的区域 然后我把这个 填充进来 反射的部分 然后你再根据你的具体的情况 再做一些遮罩的部分 甚至于有的线看